口可乐就来杯饮料是许多台湾人日常的习惯 国舰署报告18岁以上的国人糖尿病盛行率超过11% 随着健康意识抬头不少人开始注重糖分摄取 无糖又具有口感的气泡水成为饮品界的新宠儿 就是觉得水好像合你了而且气泡水也没有热量那样子 然后喝一喝之后觉得蛮习惯的 现在比大家就注重健康啦像少糖那喝水又有点无聊 所以现在最近都会选喝气泡水 我会选一些比较清爽绵密的口感的 那像我们这个国财的品牌 它的气泡水都还蛮符合我的需求 健康观念影响市场 据统计2023年中到2024年中 整体气泡水销量成长了5.3% 台湾饮料品牌也相当看好气泡水市场 在健康趋势下的这个引导下呢 其实我们每年都是稳定的2到3%成长 尤其今年对比去年呢 整个大市场是成长了5%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家气泡水 它可以年销1000万瓶 那也是因为呢 我们使用的是中央山脉的一个水源 那它等于是我们是直接在台湾制作 台湾贩售 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还是一直看好气泡水这块市场 不只能够单喝也能搭配咖啡果汁 成分单纯又多元应用的气泡水 成为现代人嘴馋的新选择 3023年台湾饮料品牌也相当到 我们下期再见